香港做音樂的人很聰明 就算是一個人 但我們已經練習了兩個禮拜 都可以交到課 也都是質素 導演、監製都可以接受 我們都過了自己的一關 我叫陳欣鑑 我是一個音樂製作人 我也是有做電影配樂的 我們所說的電影配樂 就是為了能夠帶出畫面的感覺 去延伸它 加強它 我最近工作的兩個電影配樂項目 第一套叫《再見兩階》 另外也做了一套網絡電影 是《神逆雨》 如果我最印象深刻的作品 就一定是我第一部製作的電影 那部電影叫《三十七》 是楊彩莉的 為何這麼深刻呢 因為那個項目真的很趕 整套電影用了三天就完成了 這一刻錄 然後錄音房那邊人就會走過來吹 《寫描寫完了嗎?沒有東西錄了?我們錄完了》 那我就不停地錄 那三、四天是完全沒有睡過的 不過完成了這個項目之後 我聽起來都覺得很滿意這個項目 近年我就開始去教音樂製作的問行過程了 其實教育某程度上都是一個創作 教育 你是一個學生來到 是一張八字靈的 什麼都不懂的 或者可能得少少基礎 那其實你是不停地在製作 你製作他的音樂技巧 你製作他的音樂味 你製作他對音樂的理解 所以我是很享受這件事 你說難不難 我覺得就見仁見智 看看你現在是在哪一段階段 我記得十幾年前 有前輩跟我講過 哪有這麼多電影配樂給你製作 但是這幾年 因為很多不同平台的崛起 無論愛奇是騰訊 甚至可能是微電影 對於電影配樂來說 起碼是一個維持你的生活的職業 入行的條件是應該要有天分 但是可能兩成天分八成努力 所以就算你有兩成的天分 但是你八成的努力 你有勇氣 你要動得去不停地練習 去展開你的技巧 你的技巧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勤力的話 你已經是比其他人 走遷了很多步